过去几年台湾出现很多烂诉 烂权这样子的跟许多政治人物或者非政治人物有关的这些司法诉讼 导致很多人就无端的就他的人生就变成一个受害人这样子多这样子的一个称谓 那在几个月之前将近20位律师还有一些媒体人文化人或者这个学术人一起定期的聚会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商讨出一些对策 针对过去这些年马英九上台之后台湾出现了许多的司法的烂诉事件 展开反击最后就是这个破茧行动的形成 我们要正本情缘 我们要让台湾很多人知道台湾的司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是受到指使 是受到交缩 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一定要用司法来与之对抗 那我们控告两位检察官一位是陈云南主任检察官 一位是蔡中西检察官 我们另外控告两位法官一位是蔡守逊法官 一位是李英豪法官 经过加油偏触之后变成由媒体来审判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奇怪非常恶劣的现象 我们也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些内容 这样子的内容过去几年在很多的电视所谓的政治性节目里面一再的出现 那当然内容是越来越夸大越来越不示意 这位邱毅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他现在跟大家解释这个案情 他在很多场合都讲 因为那时候是雷声很大 他说我是阿姨的小鬼 美国的几百亿也是都我处理的 在阿拉斯卡 我他之前就说过了 陈志宗去阿拉斯卡 不知道多少次了,我不知道 终于是我跟他砍刷 甚至李专的人我跟他安排 这研究到来,我不知道 其实我跟陈志宗 不要紧贵面 他最近了,因为他去看他老板了 所以有自己紧贵 在事情发生以前,我不跟阿姨的家人 他们后生、他们女儿、他们媳妇、他们媳妇、他们女儿 那我们不要紧贵面 我跟阿姨是有公疑 没有私教 但是他其人可以冲作这类的内容 但是我有什么可以说吗 我事情到解决之后 说要跟他们过 我的律师告诉我 这个妨碍名誉是六个月来要过 我没有三年,我这么学生 六个月来要如何改革 所以就没可能可以改革 我呼吁很多次 说你最终还我一个公道 哪一个道歉好不好 到今天还没有回应 所以这就是说 你太大了的丸臥 但是你一刷 一刷头一刀就没那么长头 说靠下去头 没有这么大 变成没做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他说农坛案拿这么多钱 你还不知道 我这次发生是两千公佩年日月 农坛案是八九月才博出来 他也可以倒 他真正可以这样倒 变成没这么多钱 新薄的财产都没这么多钱 你怎么会不怀疑 很奇怪 大家都是18新闻 都去农坛案 都去农坛案 把钱放在哪里 有新薄还是没有 都用这类的理由 这实在是 我们的书法 变成这样 所以我今天知道很难 律师说很难 南也就去看看 反正我好好好 会刚才一刷 靠农址的法官 反正他刷一刷 就变成立书的书名 如果没有人家刷 既就将这个情形 告诉大家 你怎样 政治民主化 但是呢 我们的司法 忘记民主化 阿扁总统的 外交的零用金 也给他起诉 后来判无罪 判结书里面 这个法官算好的法官 他就指摘特征组 说你们的起诉 就是靠你一己的 猜测想像 然后把人家起诉 然后要求被告 自己去作证 举证无罪 一省的判决书 是骂这个特征组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 告这两个检察官 还有包括这两个 告发的法官呢 这两个检察官多恶劣啊 他当初起诉 吴李培资政 根本就没有去调查证据喔 就因为这个李英豪 法官在判决书里面 告发吴李培 然后到了这个蔡守逊 赵超一次也告发 但是里面呢 讲的都是虚构的 他说陈水扁总统 虚称就是骗吴李培 那吴李培资政的明知 一个虚称一个会明知吗 这个根本就逻辑不通 然后说他这个 教他汇款到 这个海外的账款 也不是美国的账款 也不是台湾的账款 但是呢 事实上吴李培资政的账款 就是美国的账款 连中最简单的查证都不查证 就给人家告发 结果蔡守逊里面的判决书 告发了将近十几件 绝大部分都判无罪 我们有这种法官吗 判决告发都不用证据 然后自己去想像 这种法官这种检察官 都有意识形态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蔡守逊刚好是审 马英九的特别会 他用了一个行政院主机处 95年度的一个特别会 跟国务基要会的报告 他说这个可以这样 签一个字 领记就解报 所以判他无罪 但是同样情形 到了阿扁的案子 国务基要会 他说这个95年行政院主机报告 是不能用的 然后判他无期徒刑 你看这多亏钱 这个就摆明的是 弹权乱来 用司法跟政治结合起来 斗争政敌的一个手段 对这一些违法 违背良性的判决 有没有去追究 没有 没有跟他追究之后 这个就是外国的 所谓justice 你这个 包括法官检察官 我都要追究你这种 没有良性的判决的时候 他们才会以后不敢 但是我们从美丽岛的事件 我们只给被害人 这个还他清白 给他正义 但是我们没有去追究 这些难权 违背良心的法官 所以2008之后 政党轮替 民进党都吃了这个恶果 所以我们建议 民进党2016如果能执政 一定要对这些没有良心的 检调人员 一定要追究他们 这样子才是一个真正的正义 转型正义的意义就在这里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报告到这里 谢谢 我简单跟各位补充一个事实 当时蔡守逊在判决书里面 她是这样子讲 她那个 意测的方式 她说 为什么要起诉吴之政 她说 以一国现任总统之尊 国有海外捐款 何不大方汇至国内 其有虚眼人耳目 将捐款至于外国私人账户之里 这个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 作为起诉的理由 她说 你一国总统之尊 怎么可以把钱放在海外 这显然有可能涉及洗钱 简单的意思是这样 但是这种议测 在法律上不允许的 为什么不允许 我用一个简单的例 同样一段话 但是用不同的主词 恒租常理 以一国现任总统之尊 国有嫁女儿之事 何不大方在国内举行 其有虚眼人耳目 把婚事举办在海外之里 同样的这个道理 大家听到不是觉得很笑话吗 这可以做起诉的理由 检掉半律不半然的这种情况 真的是探为官职 从陈前总统的案 幻法官对证人 对笔录种种 已经大家讲很多 民进党执政时候的政务官 被二职来起诉后 现在判无罪确定的 现在已经确定的就有14个人 包括我们无理赔资政 所以今天当整个案子 已经无罪确定的时候 我对他平常的尊敬 更敬佩他 愿意站出来 绝不放弃 勇敢站出来 民进党中央党部 把相关的资料 凡是有需要 我们都有整理 也一一的提出来 那今天当事人 无理赔资政 化作具体的行动 我特别代表民主金部党 来加以声援 也希望大家一起 对于不公不正 我们一起来对抗 来诉求公平正义 那希望吴资政加油 希望大家作为他加油 我们先把他打破 我们也要让他知道 不能再这样做 谢谢大家 司法里面的恶解 这些恶法官 今早后有追兵 我不骗你们 后面真的是有追兵 追兵 破解行动司法正义 破解行动司法正义 关注入 肥皂 肝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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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